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强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小丽 我现在是在发布会的现场 今天发言人马晓光就最近的两岸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首先我们来看即将举行的紫金山峰会 2019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将于11月3号到5号在南京举行 发言人马晓光介绍了相关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已有40多家央企和一批知名民营企业报名参会 台湾方面主要工商团体的负责人 以及一批重量级企业家也已经完成了报名 峰会期间还将举办两岸产业交流合作协议及项目签署 预计合作成果将超过网界 本届峰会还将举办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园区 及一带一路园区建设展 江苏省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创业成果展 再来看针对舆论关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也就是简称的ACFA 明年届满十年是否将面临终止 台陆委会日前称 不乐见大陆因政治因素停止落实两岸有关协议 对此马晓光表示 ACFA签署以来 谁在为两岸同胞和两岸业者谋福祉 谁为谋取政治私利而损害两岸同胞和两岸业者的利益 是一目了然 我们来看发言人的回应 ACFA签署以来 大陆方面切实履行承诺 保障ACFA顺利生效实施 截止2019年6月 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品 大陆对台累计减免关税 约375.3亿元人民币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早期收获产品清单 给岛内中小企业 以及农渔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 从10年到18年 早收清单中 台湾对大陆出口农产品增长了两倍 大陆已成为台湾农产品外销的第一大市场 早期收获计划的降税安排与开放措施 仅仅占两岸贸易与市场开放的一小部分 遗憾的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ECFA后续服贸协议签署未能生效 货贸协议商谈被迫中断 ECFA无法汇集更多的台湾同胞 谁在为两岸同胞和两岸业者谋福祉 谁为谋取政治私利而损害两岸同胞和两岸业者的利益 一目了然 另外有台湾记者提问 昨天台立法机构的民进党党团变更议程 把多个中共代理人法案交付委员会审议 如果根据民进党的版本 未来台湾民众到大陆开会或者签署相关声明 可能会判三年以下的徒刑 那么请问发言人的看法 以及发言人对中共代理人这个名词的评论 我们来看发言人的回应 所谓中共代理人修法 就是白色恐怖 死灰复燃 其目的在于全面的煽动两岸对抗 制造两岸的敌意 打击持不同立场的党派团体人士 恐吓惩罚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 钳制岛内的批评舆论 完全是出于一党一己之私 已经遭到台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 我们再次证告民进党当局必须 学牙类马 那么今天发布会上的发言人马晓光也回答了我们东南卫视的问题 来看民进党当局上台后篡改课纲引发岛内不满 日前反对去中国化历史教科书记者会在台北举行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价 我们来看发言人的回应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主导推出的所谓新克纲 数点忘组 美化殖民统治 企图割裂 两岸的历史和文化连接 那么这是一步充斥着去中国化的内容 那么不仅荼毒台湾年轻一代 更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 加剧两岸对抗 必然遭到台湾社会的强烈反对 好的 以上是我在发布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好的 卢强 本来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经文 29号上午 台湾竞争力论坛公布2019 台湾民众国足认同调查结果 该项调查从2013年发布至今已进行19次 旨在观察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认同 调查结果显示 在具有共同血缘语言历史文化的前提下 有85.6%的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总体维持在历史调查水平 不过令人忧心的是 否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民众为10.6% 较去年上升3.8个百分点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也有所下滑 议会嘉宾认为 这与民进党蔡英文当局 操作香港的所谓反送中等议题有关 议会嘉宾指出 台当局推动的所谓去中国化教育 让岛内年轻族群日益丧失国族认同 这令有识之士深感忧心 因为台湾上下普遍都认知 所谓台独是不会发生的假议题 但一些政治人物明知如此 却鼓动民众吃下所谓台独的迷幻药 让蔡英文知道前来热马 如果你不吃前来热马的话 是以操作反送中代表的 一些甜蜜的口识 就继续战争自己的话 你无意的去台湾人民的安全也不顾 去台湾人民的生死也不顾 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指出 2020台湾要赢 真正应该做的是下架蔡英文 让两岸重回和平稳定的方向 而新党副主席李盛峰受访时则表示 未来如何挽回岛内所谓去中国化可刚的危害 不能指望某一个政党或者政治人物 而是应该从加强中国认知出发 在台湾的社会里 要把它从政治化的运动变成社会化的运动 让台湾的社会充分的去体润 历史的中国 现代的大陆 未来的中国 对台湾才是有利的 因为只有一个对中国正确认识的台湾 才有能力选择正确的未来 国民党2020选举参选人 韩国瑜近日点名蔡英文 其多位民进党政治人物 白白胖胖被质疑又失言 被点名的台南市长黄伟哲就反击说 白白胖胖是职业病 要韩国瑜莫忘世上胖子多 对此韩国瑜方面在解释说 白白胖胖是形容民进党的贪腐文化 你看我们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是白白胖胖 直接被点名白白胖胖 黄伟哲当然咽不下这口气 反酸这是韩国瑜不懂的职业伤害 韩国瑜也被质疑失言 为此韩国瑜竞选办公室 发言人叶元之解释称 白白胖胖是形容民进党的贪腐文化 强调是要说民进党施政吃香喝辣 但在选民面前脱口说出白白胖胖 却牵动敏感身材问题 而在同一天蔡英文在桃园跑行程时 也说到了胖这个话题 这个市场已经忙到来不及减肥了 我们谢谢他好不好 用忙到来不及减肥来调侃郑文餐 似乎也是在回应韩国瑜的白白胖胖话题 而另一方面蔡英文也是在忙着民代服选 如果立法案没有过半 是动弹不得的 不能够做事的 所以我要拜托大家 是不是给民进党提名的立委 多一点的支持 让他们当选这样好不好 这个黄世杰 这是台湾大学法律系的 我的学弟 乡亲面前生生催选票 有台湾媒体指出 毕竟现在小党林立 民进党想继续在台立法机构 取得过半席次并不容易 尤其蔡英文的母鸡效应 似乎也无法百分百外溢 看看同样的拜庙活动 猜选人黄世杰和蔡英文人气 实在是有差别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来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居民播出 接下来我们来联系一下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的驻台新闻观察员贺南 来看看短内媒体 今天都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报道 贺南把谁交给你 好小丽 有两方面的信息 想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第一就是延续前面那条新闻 中国国民党2020参选人韩国瑜 形容民进党方面 包括了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蔡英文在内的诸多官员 身体形态白白胖胖的争议言论 第二则是台北市长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和他的幕僚之间 在昨天给大家上演的另一出荒诞剧 先说柯文哲 柯文哲作为岛内媒体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 媒体记者总能在他身上挖到料找到新闻 且不说柯文哲自己不断地 因为种种的言论成为舆论的焦点 就连他身边的人也似乎是不慌夺让 总能造出一些大新闻 在9月中旬的时候 柯文哲的父亲母亲就曾经因为 所谓的爱子心切 要在最后一刻来帮柯文哲进行 参选2020的资格登记 后来还是柯文哲亲自到现场 才把老父母亲拉了回来 这在当时是一条大新闻 而在昨天的时候 柯文哲身边的人似乎又失控了 跟随了柯文哲二十几年的重要幕僚 现任台北市政府的顾问蔡碧如 昨天上午接受媒体的专访 并且在直播过程中对外宣布 他的老板柯文哲将会开始布局2024年 同时还加码爆料 这一布局将会得到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助理 一时间媒体全是奔走相告 说柯文哲要有大事发生了 结果就在几个小时之后 在台北市议会的质询台上 面对市议员的质询 柯文哲当着蔡碧如的面直言说 你为什么说这些 他说的话不代表我的观点 2024太遥远是未定之数 那更妙的是什么呢 柯文哲和蔡碧如在现场 还是有说有笑地完成了上述这一幕 就柯文哲来说 外界很难去想象 蔡碧如在媒体上的表态 是一种无关上司的个人言行 已经在台北市长这个位置上 摸爬滚打多年的柯文哲 自从暴露出其对于政治更大的兴趣后 他和他身边的人诸多言行举止 其实都有着一些政治谋算在其中 为什么要提到2024 因为柯文哲眼下参与2020无望 但是自己刚拉扯起来的台湾民众党 却需要通过不断的刺激来获得支持 不甘简单地被蓝绿两党边缘化的柯文哲 只得想办法抛出这样的跨越式 格代式的政治假设来制造议题 那效果如何 未定之数 回过头来说 韩国瑜所提到的白白胖胖 其实岛内政坛由言论引发争议 最多的当属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和韩国瑜有两点不同 第一 柯文哲早已打造了自己不善人情交际 言多必失的一种滚刀肉形象 人设就是这么一回事 无所谓 第二 柯文哲不论言论引发了多大的争议 鲜少有让争议言论继续延烧的例子 甚至他会不惜用其他的一些争议言论 来冲淡可能发生的一些欲情 这两点都是韩国瑜所遇到的难题 在白白胖胖说发生之后 民进党方面是立刻反击 县市长以及蔡英文本人都纷纷表态 也于这个时候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也表态了 朱立伦就强调说 其实这一系列的都是政治口水 那不论是韩国瑜还是蔡英文 现在的这种互抬互杠 俨然可能只是一种成人版 甚至还很可能是一种高龄版的幼儿园洗脑 其实在外界看来 选举就是举贤与能 它不是一个提供了舞台 让政治人物们互相之间去泼洒政治口水 岛内的各位官员 台面上的各位政治人物们 请少一些口水多一些实干 我是陈恒南 以上是我今天在台北 为您带来的相关书里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福州演播室 小丽 好的 贺南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9号 福州市茶园山学区市集教学开放日 即学区共同体展示活动 在茶园山中心小学举办 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学者 福建省教育部国陪专家 及福州市各区县师生代表等近1000多人参加了活动 当天上午 茶园山中心小学盛庄迎接八方来宾 学校以校园快闪 诗词诵读读读 科技嘉年华等独特形式 来演绎如何运用大数据 来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 得志体美各方面的关键事实与关键表现 呈现大数据在教育教学的实际运用与成效 今天因为活动主题是走进未来 迎未来 大数据新评价迎未来 所以我们重点展出了这个跟科技有关的这种的社团活动 另外 茶园山中心小学还展示了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等学科的20节公开课 充分彰显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整合 智慧教室系统的课堂应用 基于互联网与大数据的智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信息化评价实施 让课堂一彩分成 课堂实时数据采集分析诊断 适时介入并改进课堂教学 助力学生快乐成长 今天这个活动是展示我们茶园山学区的办学特色 展示我们的评价的阶段性的 评价体系的阶段性的成果 让我们整个茶园山学区 像我们的古楼区 乃至福州市的同行们一起来展示 我们这个教改的一种成果 当天下午 以大数据新评价迎未来为主题的 专家论坛活动同期举行 论坛从不同层面 对深化推进教育评价改革 构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等内容 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 29号 福建SBS寻星篮球俱乐部 与判卖食品集团球队冠名签约 继新赛季新闻发布会 在福建近江判判食品集团总部举行 全新的福建判判爆发力队亮相出征仪式 正式征战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也就是CBA的新赛季 上周刚拿下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官方能量饮料头衔的判判爆发力 在先重磅动作 判判食品集团总裁蔡金钗 在发布会致死中表示 判判食品创办于1996年 今年23岁 成立于1999年的寻星俱乐部20岁 双方有着很多相同之处 此次判判食品携手寻星篮球俱乐部 强强联合 试水到渠成 未来判判食品还将在更多领域 支持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判判食品与寻星篮球俱乐部 两家的这个文化 我认为都是相当的这种契合 为什么都是充满了这种团队 充满了机情 充满了拼搏 充满了超越 以及呢 这个勇具备的这种爱偏感言 勇不服输 感为天下先的这种漂泊的精神 当天的活动现场 43名身着福建寻星篮球俱乐部 和盼盼爆发力球一的球童 迎着时间轴出场 两块背景屏幕上 分别播放着盼盼食品集团 和福建SBS寻星篮球俱乐部的发展历程 寓意健康激情 爱与传承 最后 与会嘉宾共同在大屏幕上 按下开启新赛季的手印 预示着球队 正式出征新赛季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 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